用黄金、珍珠等八种材料制成的颜料 书写在一种特制的藏纸上的经书 会是什么样的呢? 已经在印度绝技的贝叶经 又是什么样的呢? 马靠这个名字的来源于哪里? 在葡萄牙人统治时期 为什么还允许哪吒庙的存在呢? 行之中国正在讲述 走遍大江南北讲述真实故事 这里讲述人与动物的斗争与共存 这里探索埋藏地下千百年的古老地名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民族 意态分成的风情 还将为您揭秘有关中国近现代交通发展 与汽车文化的传奇故事 行之中国边走边看边看边讲 日日有故事 天天有精彩 行走中国 知晓天下 欢迎收看行之中国栏目 在海拔三千七百米的雪域高原上 耸立着一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殿 就是布达拉宫 它是拉萨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的标志 它的独特魅力让无数人为之神亡 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 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亲临布达拉宫 领略它的卓越风姿 布达拉宫坐落在拉萨市区西北的红山上 整座宫殿顺从自然地势而建 从地平直达山顶 是一座即宫殿城堡及寺院于一体的建筑群 布达拉宫主楼共13层 高113米 面积约12万平方米 在藏语中 布达拉是观音菩萨的居住地 当时的藏传佛教徒认为 他们的首领 松赞干部是观音菩萨在人间的化身 因此把他居住的宫殿叫做布达拉宫 松赞干部修建布达拉宫的最初目的 是为了迎娶唐朝的文成公主 那段历史已经过去了1300多年了 布达拉宫中的一幅壁画 描绘了当时的热闹场面 可惜的是 松赞干部所建造的布达拉宫 在后来遭到焚毁 现在仅存的只有这座法王洞 法王洞是当年松赞干部 在布达拉宫修行的房间 现在这个建筑基本保存了原来的面貌 里边供奉着松赞干部 唐朝文成公主的塑像 这些塑像表情生动 医者流畅 是难得的艺术真品 布达拉宫的重建是在17世纪 1653年 西藏的宗教领袖 武士达赖来到北京 禁建当时的皇帝顺智 顺智皇帝封他为达赖喇嘛 并赋予他管理西藏的行政权力 这是顺智皇帝赖以武士达赖喇嘛的金印和金策 金印重达八公斤 上面刻有汉藏满蒙四种文字 至今收藏在布达拉宫内 武士达赖罗桑加措 在北京被正式册封后 回到西藏就下令重建布达拉宫 作为自己的居所 从那时候起 布达拉宫成为历代达赖喇嘛的东宫居所 象征着西藏佛教和历代行政统治的中心 同时也是藏族人民心中的圣地 重建之后的布达拉宫 显现出了藏民族在建筑方面的才华和审美观 坚实冬厚的花岗石墙体 平斩的白马草墙岭 金碧辉煌的金顶 具有强烈装饰效果的巨大流金宝瓶 床和金帆交响辉映 红白黄三种色彩的鲜明对比 体现了藏族古建筑迷人的特色 这座建筑群主要是由白宫和红宫两大部分组成 白宫因外墙为白色而得名 它是达赖喇嘛生活起居和政治活动的场所 共有七层 最顶层是达赖的庆宫日光殿 日光殿的陈设十分豪华 墙壁和柱子全部用红色的毛泥包裹着 配以各种金银饰品看上去金碧辉煌 殿内纯金的佛像 玉雕的观音 古代瓷器 西方钟表和锦段被褥等都是当年的原物依然按原样摆放着 今天徜徉在布达拉宫里 人们似乎是在参观一座艺术的殿堂 墙壁上绘满了壁画或讲述佛教故事或技术历史传说 壁画的笔法细腻 线条流畅 历经千年而亮丽如新 宗教题材的唐卡构成了布达拉宫内的一道别致的风景 唐卡是一种特殊的卷轴画 色泽艳丽 画面繁复而精致 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 布达拉宫中珍藏着不同工艺 不同材质的唐卡近万幅 无论是亮丽如新的壁画 还是画面繁复的唐卡 都是为了形容彼岸世界的富丽和美好 让人们对佛法产生亲近和喜爱的感情 布达拉宫无疑是佛教的殿堂 佛法的世界 佛教文化在这里得以最充分的展现 用黄金 珍珠等八种材料制成的颜料 书写在一种特制的藏纸上的经书 会是什么样的呢 已经在印度绝技的贝叶经 又是什么样的呢 马靠这个名字的来源于哪里 在葡萄牙人统治时期 为什么还允许哪吒庙的存在呢 形之中国正在讲述 布达拉宫内还收藏了各类精工善写的经书 其中有一部丹珠尔佛经 用黄金 珍珠等八种材料制成的七种颜料 书写在一种特制的藏纸上 清新 鲜亮 令人赏心悦目 因为非常贵重 又被叫做八宝丹珠尔 比八宝丹珠尔更为珍贵的 是一种叫做备叶经的佛经 备叶是菩提树上的叶子 备叶经是写在菩提树叶子上的经书 因为相传佛祖在菩提树下误道成佛 因此这种经书非常珍贵 现在 备叶经在印度已经绝迹了 而它却在西藏完好的保存了下来 其中最早的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虽然布达拉宫是为了宣扬佛法的威严而建立的 但它更是藏族文化精华的集中体现 在它的建筑和装饰中 包含着藏族艺术的独特魅力 出道过这里的人都会觉得炫目 因为这里是色彩的世界 艺术的殿堂 传说 大昭寺是拉撒城内最早的建筑 所以在西藏有先有大昭寺 后有拉撒城之说 在藏传佛教信徒的眼中 大昭寺是非常神圣的地方 在大昭寺的广场上 我们能看到无数从各地前来朝拜的藏传佛教徒 他们默念着佛经 虔诚地低下自己的头 来祈求佛祖的保佑 在大昭寺内供奉着一千盏苏油灯 这些油灯日夜长明 信徒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佛祖的虔诚 希望长明的灯盏能把自己的祈求传达到佛祖的心里 对不是佛教徒的游客来说 大昭寺也是拉撒最著名的标志之一 在大昭寺主殿的正中 供奉着一尊释迦摩尼的十二岁等身像 传说是一千三百多年前 由唐朝的文成公主带来的 据说这座佛像是释迦摩尼在世时 按照释迦摩尼本人的形象塑造的 大昭寺的金顶 是它作为宗教圣地的典型标志 金顶是靠信徒们捐献黄金 在不同时期建筑而成的 远远看去金色的屋顶 在高原的阳光下灿烂生辉 无比夺目 大殿建筑的四顶 采用了典型的汉族屋顶的建筑风格 以刘金的金娃 法轮等装饰 不仅将中原古典建筑艺术 与藏式建筑融为一体 而且带有尼泊尔印度等地的风格 显示出多种文化成分的和谐统一 大昭寺有108座佛堂 供奉着众多的佛像 这些佛像与寺内满墙的壁画 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丰富的艺术博物馆 在今天的拉萨 人们在休闲时喜欢到西郊的罗布林卡去 特别是在最盛大的传统节日 雪顿节期间 人们在宰歌宰舞之后 都要到罗布林卡游玩 罗布林卡的藏文意思是宝贝园林 这是一座即宫殿佛殿和园林建筑 于一体的大型建筑群 面积达到36万平方米 由七世达赖喇嘛 于18世纪开始修建 罗布林卡是达赖喇嘛的下宫 从七世达赖喇嘛开始 历代达赖喇嘛 夏天时都要移居此处 在这里处理政务和举行宗教活动 罗布林卡的布局 具有藏汉结合的浓郁风格 既有西藏高原建筑的特点 又吸取了内地造源的传统手法 运用建筑山石水面林木 构成一组组别致的景色 创造出不同的意境 其中宫殿建筑和园林建筑 错落有致 或宫墙庭院绿树成荫 或亭台演映湖光山色 两种风格迥异的建筑 和谐的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2001年12月 拉萨的罗布林卡 同在这之前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 布达拉宫大昭寺一起 被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 拉萨因为布达拉宫大昭寺 罗布林卡而文明于序 领略完雪域高原上的藏族文化 让我们一起走进 位于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西侧的历史名城 也就是澳门去看看 当霓虹灯点亮 这座城市便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 这是夜晚的澳门 也是它最为人熟悉的场景 发达的博彩业是澳门文明世界 但这并不是澳门的全部 澳门还是一座历史名城 它的历史城区 是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家族中的一员 澳门的历史城区在澳门半岛上 虽然只有九平方公里的面积 但保存完好的二十多处历史建筑 呈现出丰富和多彩的景致 广场 街道 教堂 欧式住宅 还有中式的庙宇和园林 和谐地交织在这片玲珑的土地上 形成中西文化交融的特殊景象 澳门位于中国东南部沿海 由澳门半岛 荡载岛和陆环岛 两个岛组成 16世纪中期 葡萄牙人在澳门登陆 当时的澳门还只是一个小渔村 这里是当年葡萄牙人的登陆地点 叫马祖阁 马靠这个名字的来源 就是马靠的发音 马靠庙供奉的是渔民的保护神 马祖 他依山而建 层叠起伏是典型的中式庙宇的布局 和审美观的体现 历代的画家和诗人在这里留下了许多题词和诗句 直到今天 还能在马祖阁前看到富有当地特色的武师活动 人们用这种方式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 四百多年前 葡萄牙人也一定受到过这样的欢迎 这里就是当年葡萄牙人规划的城市中心 意识厅前提 今天这里仍旧是澳门的市中心 每天都有大量的游客来这里参观和购物 广场的地面用黄蓝色的普世石头铺成波浪形的图案 中间是一个南欧情调的喷泉 四周围绕着色彩艳丽的西式建筑 让人仿佛置身欧洲的街头 乳白 杏黄 粉红 水绿 搬杂的颜色在明媚的阳光下 营造出一种浪漫和奔放的情调 这些欧式建筑大多建于十八世纪的中叶 正面舒展开阔 墙壁厚实 局部装饰细腻 方正而雅致的门窗勾勒出油画般的意境 不过 葡萄牙人进驻澳门后 同时也把城市修筑成为一个堡垒 为了保护商船和城市 免受海盗和其他西方列强的威胁 仆人在澳门半岛建造了大量的炮台 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炮台 大炮台 建于1617年 是当时整个防御系统的核心 大炮台上可以架设32门大炮 设施也很完善 据说即使遭受长达两年的包围 也足以应付 两百多年后 葡萄牙人又修建了一座灯塔 加强海防 这座灯塔被称为远东第一灯塔 红顶白墙有13.5米高 每到夜间 塔上灯光发出的巨大光柱 在25海里以外就能看见 给夜航船只指引方向 对于远航在外的葡萄牙人来说 保护自身的人生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防御就成了第一要务 除此之外 教堂也是不可缺少的内容 因为宗教信仰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教堂也就成为澳门旧城景观的核心部分 用黄金 珍珠等八种材料制成的颜料 书写在一种特制的葬纸上的经书 会是什么样的呢 已经在印度绝技的贝叶经 又是什么样的呢 马靠这个名字的来源于哪里 在葡萄牙人统治时期 为什么还允许哪吒庙的存在呢 行之中国正在讲述 众恒大江南北 众称华夏文明 探访人圣 发掘秘术 传奇 密文 窥探历史的生动侧面 吞吐 人情 触摸文化的真实脉脱 天地 自然 领略生命的北大人 这里探索埋藏地下千百年的古老秘密 扶去岁月的尘封 还原历史真相 这里讲述自然物种的生存博弈 物竞天折的挑战背后 竟是相濡以沫的生命迹迹 这里网罗千奇百怪的民风民族 多姿多彩的地方封物 呈现华夏文明的多元共生 博大精深 行之中国 边走边看 边看边讲 讲述中国 记录中国 日日有故事 天天有精彩 每天我们一起出发 教堂一般都建在高地上 兼有海防的功能 圣母玫瑰堂 供奉的是仆人最崇拜的圣母 这座教堂的外形 端庄而柔和 有着黄色的墙壁 白色的装饰线 绿色的门窗 色彩搭配和谐 正立面上 精美的图案和壁柱 使教堂在威严的气势中 获得了柔美的品质 和圣母玫瑰堂的精巧不同 圣老楞左堂 建在一个小山坡上 显得十分的气派和阳刚 在教堂的下面 加了近一层高的高台 使它显得更加的挺拔显眼 在蓝天的映照下 纯正的黄色墙面和古典式的精雕细刻 营造出宗教的神圣感 在澳门的教堂中 圣老楞左堂算得上是规模最大的一座 1979年进行的粉饰装修 使这座古老的教堂 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就在离圣老楞左堂不远的地方 还有一个不大的广场 钢顶广场 这里的地势比较高 建筑相当密集 广场边的这座建筑 是1863年 为了纪念葡萄牙国王 伯多律武士而新建的 叫钢顶剧院 是澳门唯一的欧式剧院 红色的中式屋顶 绿色的外墙 白色的柱子 让人赏心悦目 剧院外的这棵老树 看起来也有几百年的高龄了 而附近的圣若瑟修院 则如同圣母一样沉静 虽然它位于一条马路的尽头 但是丝毫没有喧闹的气氛 这里是专门培训传教修士的修院 有着远东传教士摇篮的美誉 建筑朴实简洁 平时大门紧闭 很少有人出入 紧挨着修院的是 另一座完全不同用途的建筑 它曾是香港附身 河东爵士在澳门消暑的别墅 米黄色的基调和幽静的小院 洋溢着温暖的氛围 河东爵士去世之后 后人根据他的遗嘱 把故居赠送给政府 作为公共图书馆 仅仅在这个港顶广场 我们就能够感受到 澳门是欧洲古典建筑的博物馆 有剧院 教堂 还有私家别墅 在澳门所有的西式建筑当中 最为著名的是大三八牌楼 实际上大三八牌坊是圣宝路教堂的遗迹 圣宝路教堂曾经是远东的第一所西式大学 但不幸经过三次大的火灾 最终只剩下教堂前面的大台阶和教堂正面的墙壁 因为残留的墙壁 酷似中国的纪念式建筑牌坊 所以人们习惯地称它为大三八牌坊 也许正是因为残缺 所以大三八牌坊拥有一种特别的美 它耸立在人们的视线中 27米的身高显得格外的微额 牌坊采用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一种流行的样式 一共有上下五层 牌坊上的装饰复杂而细腻 各类各种类型的雕塑布满周身 不过在它的细节上 也有一些东方特征 牡丹和菊花 前者代表中国 后者代表日本 还有中国传统的狮子雕塑 如今大三八已成为澳门的象征 从早到晚 熙熙攘攘的人群总是围绕着它 欣赏着它的沧桑和美丽 就在大三八牌坊的旁边 十几步路远的地方 有着另一座风格迥异的建筑 哪吒庙 它虽然很小 但在澳门人心中有很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的佛教中 哪吒被称为护法神 可以辟邪消灾 在葡萄牙人统治时期 对居民的宗教信仰是宽松的政策 允许华人保留自己的信仰和习俗 所以澳门保留了不少中国宗教的建筑 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形成了澳门的历史城区 多彩的文化 以及各异的生活习惯 得到同样的尊重 并且互相应衬和借鉴 这也许正是澳门文化的精髓所在 从雪域高原上的民族风情 到灯红酒绿的繁华街市 一路走来 我们领略了藏传佛教文化的精华 感受了西方文化的多姿多彩 以及它跟中国文化的完美融合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行之中国》栏目 《行走中国》知晓天下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